阿彌陀佛 大家好 这里是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270集的播出 很高兴在网络上与大家空中相会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歌 以前我们也有播放过的 天上圣母妈祖林墨良 她是那个妙行玉女 在今天的贴文有贴出她的咒 她是海上女神 她是出生在福建的莆田 也是在中国福建那一带 长期守护沿海的居民 那个船到台湾非常的盛行 台湾的话是农历3月23日是她的生日 那关于妈祖的传说有很多 以前世尊在介绍妈祖的时候 讲到林墨良 因为她出生的时候都不讲话 沉默的墨 所以这个禅宗讲一墨一声雷 她静墨的那种特质 然后呢她是这个女圣人 五圣是关公 女圣人就是妈祖 还有呢她跟师尊在过去 也有一段的姻缘 我们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播放 天上圣母妙行玉女 林墨良 齐庆根本传承大家持 天上圣母妙行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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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阿利耶斯利 董董 敏沙 奥阿利耶斯利 董 董 敏沙 奥阿利耶斯利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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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阿利耶斯利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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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阿利耶斯利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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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神母描心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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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神父描心与你 天上身无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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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神无妙心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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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音乐关小声一点 大家好 这是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270集的播出 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盟的留言 瑞典的玉国师兄说 上师好 今天有时间看了 是师尊家职故意让 你这段时间没有工作 然后可以看直播 之前你的膝盖突然痛了 然后成全手背也痛 然后得到师尊的禅定加持 然后病有减轻 梅林师姐说在平凡的日子体会不平凡的领悟 还有黄以玄好感到 那个 我好像贴看到那个上一集的留言的样子 好 没关系 然后丽莎正说 尽了人生责任是寿命长久不用值 能够安然心离去 才是福会圆满身 苏生日平凡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 叶佑郡说无常原生原灭 如梦一场感情越深越是心伤 看破放下精心修行 这个是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我们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 Lisa John 还有一个 哇 那个功课贴出来了 王小英 正佛经三遍 高王经五十遍 三十星座一百零八遍 那六字大明咒 观音星座一百零八 还有大白散开佛母一百零八遍 Garry Jane问候 Mary Lotus 正佛经四十七步 还有世尊心座一千五百遍 还有新疆令的问候 Yu May Lai 正佛经十五遍 十轮金刚座三千遍 回车座五百遍 回向罗天大教的 张树珠有王生座两百遍 金刚经一步 地藏经一步 然后王国慧 高王经七十六遍 来回向 还有水莲的问候 然后严秀Edin Dunn Yu Lai Leung 谢谢你 听到这个咒音很舒服自在 张登云 还有Jennifer Way 是有四家行医团 回向 还有散念大力金刚咒 许金 李金淑 丽莎令 曼丽丹 萧志成的问候 许慧玉 甘王经十三遍 大悲咒三遍 百字明咒三遍 还有真佛经两遍 上师心咒 一串珠 黄周凤 丽莎丽丹 东梅也问候 黄周凤的地上经两遍 玛丽支天经十步 心灵二十一步 太阳细菌正经十四步 还有刘春梅 陈乡爷 丽丹 花太郎 刘春梅 吴秀吉 丽丽丽丝丽丽丽丹 中金正 Vicky Jane 丽丹丽丹 游美赖 芬芬 红峰 绌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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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还有许慧玉中 郑伏经一遍 玛丽支天经一遍 高王经三遍 高王经三遍 王阵周七遍 上师心咒 108 百字明周三遍 然后Diamond 还有Kelvin John 对不对 谢谢你的问候 Yomela,肖志成 还有Dandy Dye 地藏经一遍 正国经三遍 刚王经五遍 师尊心咒两千遍 大悲咒五遍 还有地藏菩萨的名号两千遍 阿弥陀佛的名号一千遍 还有呢 还有谁呢 Edith Stun 陈金顺 徐慧毅 Diamond 黄湘玲 John Foggy 许薇宗 红春意 张树 朱梅 Lotus 郭爱柏 还有 哇 很多同盟 他贴功课了 一个叫壮头的 三字明咒两千遍 水年的问候 魏小明 上师心咒五千五百遍 静安心 四家行一谈 惠宜 你好 赖士林 刚王经四十遍 上师心咒十串珠 好像都要念你们的功课 每月四节 花菜狼 上师心咒十遍 百字明咒 常咒一百遍 普门品十遍 魏小明 红凤 伯瑞 佛母亲 咒一百零八 Vicky John 高王经一遍 高王经十二遍 正国经一遍 往生咒十四遍 上师心咒四千三百二十遍 百字明咒五十六遍 Lisa John 黄晓英 是不是念过了 正国经三遍 高王经五十遍 上师心咒一百零八 观世音 菩萨 这个都念过了 刚刚念过了 对不对 哇 还有东梅 高王经十遍 三遍正国经两万遍 四尊心咒 杜臣才 高王经两百遍 LisaJohn 地藏经十遍 大卫德经阿心咒三百一十八 还有地藏灭定业尊言 有十串珠 先把音乐关掉 刘春梅 有正国经三遍 还有高王经十二遍 那非常的高兴在这里 跟大家空中相会 这是年生火火文集网路直播 读书会 今天是两百七十集的播出 今天看到了一则新闻 那这个在华人的世界 有一个武打的明星 非常有名的 不过看的新闻蛮难过的 就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小生 然后最近的照片是比较老太隆忠 不过就算是任何一个人 好像自己生病了变老了 那个相片或是什么都 比较不想让人家看到 我觉得他也是很无畏的 他心也是很放下 他也是有学佛 他很自在地给人家拍照 但是也看到他那个生病的那种无常 所以师尊常常在讲无常 在讲这个人命无常 还有老的可怕 那个希望那个老当益壮 还有注意身体的健康 那你去看这个 今天我另外一个脸书的贴文 大家有讨论到这个无常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还是来介绍极末的脚印 那个昨天本来要介绍的一篇文章 师尊讲画竹子 竹子 你们有没有看过师尊画竹子 师尊的很多画作里面竹子的作品 是很多的 那以前师尊学画是跟朱木兰老师学画画竹子 那那个朱木兰老师讲竹子的精神就是高峰亮节 就是他的那种智节是很高尚的 而且有义气的 不会这个便捷的 那竹子是节节上升的 节节高升 那所以竹子的精神高峰亮节是君子 那师尊写到说 我当然知道宁可食无肉 不可以居无竹 可以不要吃肉 但是周围的环境不可以没有竹子 其实这是一种比喻 就是说人可能吃差一点 但是人的精神不能够离开这个高峰亮节的精神 它是一个比喻而已 因此师尊在隐居闭关的时候 有一个竹子的盆景 那师尊天天看竹子 那他住的外面也有竹子 竹林隐居室高市 好像就是在竹林里隐居的修行 修行的影视一样 你们对竹子你们的感想怎么样 你们有看过师尊画竹子 没有 有时候他是用末材来画 那个比较近的颜色就比较深 那比较远的竹子颜色就比较淡 那竹子上面有蝸牛 有时候会停着小鸟 有时候竹子下面也有一些小鸡小鸟 或者从在爬来爬去的 那师尊的构图也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他的字特别的优雅 对不对 那有时候他画的是墨竹 有的时候是画的是彩色的竹子 大家还记得师尊画竹的感觉吗 李妹清还有谁 松金档高王金三十遍 百志明做三遍 王天做七遍 还有那个大妹什么 高王金一百遍 对不对 Elisthan 檀门 光九六 对不对 还有李金淑 是金刚经两部 然后文书咒有一千三百多遍 大卫德咒有两千多遍 真佛经三部 高王经五十部 百志明咒四十九遍 还有上师心咒十串珠 张妙柔 刘春梅 Sim Sokwan 问候逆流 黄以玄的问候 何雅廷 张妙柔 Grace Lee 地藏经一遍 上师心咒十串珠 真佛经七遍 谢谢你的问候 我许经变境天咒三千多遍 以兴亮亮 还有蔡亦柯恩郎 苏金丹 还有 罗WS 高王经 真佛经心经 各一遍 上师心咒 摇着金母咒 大力 金刚咒 一百零八遍 干锋利 人跟动物 甚至植物 一出生就不像衰老死亡 这不是 这是不争的事实 只好过一天快乐一天活一天感恩一天 以前看过一个报导 你知道那个人的心跳是72下对不对 正常的心跳 乌龟的心跳一分钟六下 所以他可以活两百多年 两百多岁 老鼠的心跳听说是一分钟两百多下 所以他大概活二十天 二十天还是一个月 我是看过一则报导 报导这样子 不过我不敢活几岁 人就是一出生就是不像衰老 没有错 要淡官无常 黄以玄 辨境天心咒 尊圣佛母咒 各一百零八 上师心咒一千六百遍 还有沈沐一郡是 陈美清金刚经七步 心经五十步 往生咒两百一十六遍 好 谢谢大家了 那就是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世尊在画竹子 画竹子 那竹子有一种比喻是 他长得越高 然后就弯得越 腰就弯得越低 要懂得弯腰 对不对 竹子长越高 然后腰就弯得越低 越高 然后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比喻 所以呢 可能改天会介绍世尊一篇文章 我看是不是今天 今天会介绍一篇文章 叫做什么 一首诗叫做 叫做好像是骄傲是不是 对 等下会介绍世尊一首诗叫做骄傲 没有人会喜欢骄傲的人 对不对 那世尊对骄傲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竹子他空心 所以他那个很坚固 对不对 有做竹筷子 嘿嘿嘿嘿 那那个台湾连藏寺前面也有竹子 听说那个竹子挡到了台湾连藏寺 然后要买那个地 听说地主还起价 但是竹子呢 为什么高风亮节 他也是很虚心 而且他呢 这个等于植物中的君子 一种比喻 而且他是节节高升的 然后他是空心虚心而勇往直前的 所以世尊画竹也有他本身的含义跟精神 所以他说他自己喜欢画竹子 喜欢画蝸牛 往竹子上爬 为什么呢 都是再怎么困难都要往上爬 象征节节上自强不息 对不对 所以世尊讲说他那个时候 对不对 2000年到2006年 虽然他隐居了 但是他仍然是自强不息 周围没有弟子 没有法会 没有很多的那个对外的事情 可是呢 他仍然在精进 一个人却是更加的精进 自强不息 你可以体会那种感觉吗 那种境界那种精神吗 所以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 有那位明星虽然说他已经身体有病 然后在做武打的时候很潇洒 对不对 拍电影 可是病了的时候 50几岁 还是面容非常的 好像他们讲说就是非常的衰老的那种样子 可是呢我觉得他能够敢面对媒体的拍摄 我觉得他也是一种放下 一种勇敢 一种面对 而且一种自强不息 那他是 那个照片好像是他去那个西藏的一个庙拍的照片 我觉得说人不管到哪一个年纪 就算病了老了 还是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所以如果认为这个病了老了 但是懒惰了 堕落了悲观 有的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很悲观 对不对 有的很年轻的时候他自己就常常想不开 很容易生病 很容易心理病引发身体的病 所以人的想法大过于身体 我觉得 所以师尊讲心气不二 心跟心理跟身体是不二的 是合一的 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就是年轻的精神 所以你看师尊跟人家比赛 福地挺身 都也年轻人 对不对 我上次讲过嘛 那个做二十下的师尊做二十一下 做三十下师尊做三十一下 对方做四十下师尊可以做四十一下 再比下去师尊可以做到两百下 就是那种自强不息的 而且我觉得师尊好像是动灵 那个动啊 结动的动 年龄的灵 就是说他的那个 那个相对不对 好像就是停留在那种年轻的那种 那种相貌里面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师尊给我们学习的最大就是 他有一个很童子的心 很快乐的心 而且无心啊 很多事情他把它放空 他放空的很厉害的 常常表现那种童子之心 这是值得我们觉习的 不要因为一句话而耿耿于怀 不要因为一个现象 然后就一直给自己找麻烦 真正的麻烦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所谓节节上身 所谓自强不息 一定要像师尊这样子很乐观的 而且要有童子之心 而且不虚伪的心 好 那所以这个竹子的竹 师尊写了一首诗 家有几株必无翠竹 好像这首诗以前念过 家里面有几颗非常碧绿的 然后那个翠绿的竹子 必无翠竹是无家 其实师尊也住在竹子的精神里面 所以必无翠竹是无家 人问我如何 人家问说为什么 师尊讲直直去 所以没有歪曲的 修行没有扭曲的 没有歪曲的 明明是执着 然后自己又要展现出 好像好像另外一种 不过人也是要给自己一个借口往上冲 不过无论如何 人还是要直直去 所以我答直直直 人问说为什么 这个碧绿翠竹是无家 师尊讲说我答直直直直直直直的去 风纵然先与纵然下 然后呢毛舍中的主人永远不屈服 也就是外在的环境即使很大的考验 很大的波动 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都风平浪静 你体会不到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人在面临无常的时候 有时候是身体的无常 有时候是事业的无常 有的是感情的无常 有的是家庭的无常 你面对无常的时候 那种当下的那种情绪 就会印证到你平常在修行的时候的功力了 所以呢 师尊讲风纵然先与纵然下 外在的环境狂风暴雨 就是讲说在人生突然变化很大的时候 打击很大的时候呢 那闭关的人是永远心没有屈服 没有屈服在环境之下 而是直直去 像竹子一样的自强不息 所以你说那个释迦牟尼佛 我觉得他最厉害 被什么孙陀利啊 被人家污蔑了 可是呢他照样去弘扬他的佛法 还有我觉得他更厉害的是什么 他的这个弟子提伯达多 事奉他听说是二十多年 就是事奉他很多年的弟子背叛 背叛了之后 带走了一大部分 听说是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的出家僧团 那这样子走了之后 那这样子走了之后师父呢苦不苦 师父还是照样 如如不动 那像我们真佛中的种种的变化 我们的师尊也是展现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虽然自强不息这四个字老实讲很难说 如果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真的是很难说 你一定要遇到无常遇到变化 你才能够体会 这个为什么像竹子一样的支持去自强不息 事奉后面写说 我学习的是忍辱 忍能不能忍啊 在被人家讽刺的时候能不能忍 被人家嘲笑的时候能不能忍 或者很多的逆境环境被人家忽略了 能不能忍辱 我们师父说他学的是忍辱 像蝸牛一步一步学那自然如如 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是讲说 那个跑得比较快的 对不对 他反而讲是蝸牛跑得比较慢 他以前他有这个好像是针缝蜜语嘛 赤尊要讲啊 快快修行慢慢到 慢慢修行快快到 那我再加上一句没有修行就没有到 很多人都想要一下子就成功 一下子就成就 一下子能够很快速的成就 可是修行却是像蝸牛一样的 他要你要脚踏实地 而且自己对自己的心要很真实 当然人会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的那种个性 非常的固执 非常的难改 人是很难改的 他即使他是一个观念 他总是要把各种理由加注在这个观念 来认为说这个观念是没有错的 然后一生就奉行在一个观念 然后呢无论遇到什么打击啊 遇到什么挫折啊 就是这个观念就是不愿意去放弃 不愿意去转观 所以活得很痛苦 活得很苦恼 所以为什么这种蝸牛 要像蝸牛一样慢慢走 不是没有原因的 有时候也是一种人固执的那种个性 影响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 而跃不过去 所以我今天呢 明天我可能会贴一篇关于禅宗的 师尊禅宗的公案在我的脸书 我看了很感动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一个禅师吧 然后他跟他的师父是神秀大师 那神秀大师呢 是这个五祖宏人的大师兄 算是大师兄 那慧能祖师呢 是比较后来的 然后后来呢 这个北方是神秀大师 南方是慧能 六祖慧能大师 但是呢 这个同样是大师来讲 人家瞧不起 他的神秀大师的座下的弟子 居然跟他师父讲说 师父 那个我看那个六祖慧能大师 好像笨笨的 好像都不懂得字嘛 这个不懂的字 然后居然可以开悟 可是呢 神秀大师跟他的徒弟讲 你不能这样子看 他是正得无师之物 就是没有师父 他是可以开悟的 正得宇宙的那种大道 我看到这一段我很感动 为什么 因为同样是大师 同样是这个等于是导师一样 现在的人 人比较不服 人会不服气 对不对 所以那个叫做同行相继 在这个世俗的人 有一个叫做同行相继 可是呢 同样是大师 会去欣赏他对手的才能跟才干 光是这样子的心量 就算不开悟也是一个智者 也是一个非常豁达跟有智慧的人 我是很欣赏这样的人 因为人他没有去欣赏优点的 那全部都欣赏缺点 不是欣赏缺点 就找人家麻烦找缺点的 哇 所以你说什么叫做堕落 一直找缺点找麻烦 那个叫做堕落 真正的自强不喜其中有一个 你要去集合所有人的优点 然后吸收了 然后也不要有那种忌妒 有忌恨的心 而是把所有的优点把它学起来 那个也是一种自强不喜 然后呢 其中还有好几段 他们在这个对答的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明天我会把它贴在我的脸书 他们在对答里面 那什么叫做无心 什么叫做无相 那甚至之前还有看到 有个叫一行三昧跟一相三昧 我觉得那个 我们在念经 在念罗天大教 回向罗天大教 要念经 要念咒很好 可是呢 有没有到位 那你大家都很精进 在念经 在念咒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棒了 给大家按赞 对不对 至少比以前更越近一步 对不对 我们这每个都是 征服蝸牛同志 蝸牛在拔 我告诉你能当蝸牛也很了不起 嘿嘿 有人明明是蝸牛 他不想当蝸牛 他用冲的 不知道什么牛我就不知道 但是跌下去很快 我觉得我们这蝸牛慢慢爬是不错的 但是呢 总是在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当你在念经在念咒的时候 经跟咒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你的内心深处 我们再把它提炼 再把它精炼 这个也是一种蝸牛的精神 所以呢 你不要小看蝸牛 下次呢 看到蝸牛 嘿嘿嘿 在路上跑来跑去 把它抓过来 拿到草丛放生 不要被车子压扁 我觉得蝸牛很可爱 嘿嘿嘿 头腿啊 慢慢爬哦 好 所以呢 世尊讲 我学习的是忍辱 嘿 忍辱哦 要忍 然后呢 像蝸牛一步一步 学那自然如如 其实世尊不是蝸牛 嘿嘿 世尊是天才 超级天才 他学佛法 还有他读的书很多 他那个书架上 哇 都是很多的书 禅宗的也有 道家的也有 嘿 还有密教的也有 大藏经的 世尊早就看过了 藏经的 他智慧很高 他很谦虚啊 我觉得世尊也是 像竹子一样很谦虚的 讲说像蝸牛一样 嘿嘿嘿 对不对 所以人哦 越谦虚的 越谦虚的 越有高风亮节 嘿 所以 是不是老子讲 上 善 弱 水 上面的上 然后善良的善 弱就是天涯弱比灵的弱 然后水 水流的水 最大的善就是像水一样 嘿嘿嘿嘿 对不对 跟着水因为很柔软 对不对 你凡事不是去对抗 对不对 有时候那种环境跟你 你没有那个环境 可以到达那个阶位 那你就要一直对抗一直对抗 或者呢 为了达到目的啊 或者呢 自己的那种脾气 自己的没有那个耐性 就会一直对抗 嘿嘿 所以呢 我们的古圣先贤讲上善若水 如果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 只要你自强不息 你不需要对抗 你只要像蝸牛一样慢慢爬慢慢爬 就像那个柔弱的水 可是呢 它发出来的威力是很大的 你去越来越去对抗 到最后呢 三红八花 一下子就被冲入大海 也是一样的 所以 我觉得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我觉得那个EQ很重要 我反而觉得那个 我们在学佛的那种精神跟思维 会大过于你要念多少经 做多少功课 因为经跟功课 本来就是你要做的 只是呢 加上了沉淀 还有精神 还有思维 还有我们师尊的宗旨 让你在过的这条路 虽然很坎坷 可是很安全 嘿嘿嘿 蝸牛嘛 有时候你当蝸牛 虽然没有人注意你 对不对 你可能很渺小 没有人注意你 要特别安全 对不对 你越明目张胆的越危险 你会觉得 嫉妒你的越多 害你的也会越多 所以怎么办呢 嘿嘿嘿 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出名 那也是自然而然 而不是去强求的 那是呢 你默默去做 默默去做 我觉得呢 将来临终的时候 能登上果位 那个是比值得 你这一世你就值得了 那现世呢 我们上善若水 水流到哪里就随顺 等于随顺环境 而自强不息而不堕落 像蝸牛一样慢慢爬慢慢爬 一步一脚印 而且还要学习忍辱 但是呢 有时候看到 在网路上 有看到有些在 在那些 是是非非影射的 如果不看的话 我觉得封锁也可以 反正让你的眼睛啊什么 让你的眼睛很干净啊 对不对 眼睛啊 不要去看那些 光怪陆离的 我们宁愿去看 比较真善美美好的东西 好 看看还有谁 苏仙家 苏仙家的问候 还有这个 五共团的 对 黄祥 文书咒一万遍 哇 你很喜欢智慧哦 还有谁 明明 安明 不多呢 还有 丹米故 对不对 丹米故是什么 哇 等一下 字就跳上来了 高王经五百遍 回向给罗天大教的法会 还有 悠咯漏 对不对 高王经七遍 大悲咒五遍 心经五遍 圣心咒216遍 要是金本红咒108 还有圣国经四遍 以心呢 回向 只知道先两经一奏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Lisa James 佛性人人有多事 事深藏 轮回中重现 姻缘各有别 花太郎 许之亲 花太郎今天呢 我觉得我蛮喜欢那个花太郎 师兄的那个脸书 因为他有时候会贴一些折丝 表示你这个人有在深思熟虑一些事情 而且你的贴的东西有时候是蛮值得去思考的 蛮好的 云宁诊 还有什么 高王经五十遍 回向罗天大教的 东梅 还有聖丹丁 地藏经两遍 灭丁焉真言十串诛 然后黑灭金母咒也是十串诛 根本上师咒一万四千遍 Angeling 然后是什么 七佛灭罪真言一百零八 然后俊雄说 往往下下等的人 有上上等的智慧 上下等的人 有埋没智慧的时候 单单对 还有八九帝王谢 惠芳思杰 你们明天要去台湾雷战四对不对 非常的欢迎 Seddy Girl 还有李金淑 Jenna 还有Katty Brana 是高王经十五遍 百次名秀 长秀108 灭丁真言108 汪波玉 还有陈乔峰 那个高王经 心经 百字名秀各十遍 往生秀八十遍 上司心秀五百四十遍 所以说纯真 对不对 上司说的是功夫皇帝 我都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 不过呢 我觉得他蛮勇敢的 能够把他那个照片还让人家PO在那个新闻 我是很赞叹 我祝福他身体也是早日健康 虽然形容憔悴 但是照片中眼神多了一份温暖跟豁达 对 蔡蓉蓉 雷藏四 每星期六下午两点 送地藏经 欢迎大家参加 那大家都一起可以 那个一起精进 对不对 以前说要我这样子自强不息 还不可能 先不要给自己下断言 丹丁 麦菜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大白莲花童子 地藏圣号 玛丽之天心咒 各一千遍 甘王经二十遍 Gary Lotus 黄明爱 是这个 上司心咒 五百零四遍 陈燕 阿燕 甘王经 心经各十遍 君瓜丹 我大家都在贴功课 黄传义 周于华 甘王经一百 心经二十 师尊的心咒 一万零八百遍 百字明咒 真摩经各五遍 然后呢 甘风律 刚刚都念过了 哇 黄敬义 上司好在持咒时 身体病痛折磨 今天持上司心咒 四百三十二遍 甘王经七遍 请问上司今天念的地藏经 第一步身体本来不舒服 然后酥压 酥解压力 很棒啊 他就是消除业障了 Majinima 还有 Joshua Jir 对不对 薛雅芳 还有宝妹 最近为了路易 没有做功课 跟师尊三伟 还有 Jong Ju Mian 对不对 然后那个谁 Edith 人怕出名猪怕肥 那也没办法 反正要说要骂的人请尽量 惠丽莎说我没有时间回应他们 就人家骂你就把他当作回向好了 还有谁呢 Lisa Jinn Lisa Jinn 说什么 人怕出名猪怕壮 明白获福的随后自然小心强求 甘露海 Majinima 好 所以这个画竹的竹子的这个诗再念一次给大家听 家有几株必无翠竹 必无翠竹 事无家 人问我如何 我答 直直直 风纵然先 雨纵然下 茅舍中的主人 永远不屈服 我学习的事 忍辱 像蝸牛 一步一步 学纳自然如如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 还是直直直 正直的直 师尊呢 我记得他在《真佛秘语》讲说 就算我们生病 生病都可以修行 病的关心 比如说生病的人 他怎么直直直 怎么继续修行呢 第一个他手记 因为生病的人 他嘴巴就不会当初讲 讲话都没有力气了 他生病的人 他可以忏悔业章 生病的时候 他可以默念 还是继续更精进的修法 来消除业章 让病能够赶快好 所以病的关心 生老病 都是可以修行的 死 因为大家还没死过 所以还不知道 谢谢黄静怡 谢谢梅连师姐 辛苦你了 甘露海说 进佛堂 《真佛经》五天 念《真佛经》五天 回向美国的大法会 很棒 大家精进 Lisa Jan的留言 刚刚念过了 还有Christine Go 剩下15分钟 好像下一篇文章来不及 有的时候讲的快 有的时候讲的慢 那没关系 我们先来介绍下一篇 那个世尊的诗好了 骄傲 所以我们都是希望什么 咕噜咕噜 我昨天的贴文讲 有贴那个咕噜咕噜 对不对 到底人是不是值得敬爱尊 我们大家都喜欢念咕噜咕噜 都喜欢念爱染冥亡 到底人是否值得敬爱 你念了他的咒 然后他神明也会看 就像你念了财神咒 那你值得真意吗 神也会看 你念了习哉咒 对不对 那神也会看你这个人 是不是值得习哉 真意敬爱 所以神在看人 跟人在求神 人都以为 好像那个神是应该要价值他 会不会有这一种心理 我念了你的咒 念那么多 你应该加持我 你应该给我习哉 你应该给我敬爱 都是求求求的 那如果有一天 你也当了神 以前那个联登上师 对不对 曾经有一段时间 师生讲说 你以后也会当三太子 哪吒三太子 后来他说不要 我那时候跟联登上师很熟 我说三太子你好 他都不理我 其实我们是斗来斗去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能够赠得神的果位 加入有一天你当神 然后一些众生 在天上在云顶看众生 他还跟你求求求 对不对 那求财的你会给他财吗 求那个习灾的 你会给他习灾吗 求敬爱的你会给他敬爱吗 如果你是一尊神 你会这样子吗 那神在看人间 在看众生 他看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他还是要看你们的心 心有没有放光 而不是说神明应不应该 是自己应不应该 对不对 心如果有放光 你发了菩提心有忏悔 发了这个菩提心有精进 发了这个菩提心 你有想要守戒 发了更大的心 对不对 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 禅定智慧 配合修法做功课 对不对 你在念经咒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神会感应到你的心 那个心是你怎么求都求不到的 是发自于你自己 内心中最深层的里面 你愿不愿意放下 愿不愿意改变 所以不是你做了很多功课 那你就一定怎么样 没有保证 我告诉你 没有保证 比如说我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做坏事 结果下了地狱 下了地狱之后 地狱的烟罗王又给他处罚 结果他会念什么 念大悲咒 所以大悲神咒 手铐把他靠起来的时候 他念个大悲咒 那手铐就断掉 再念 再给他靠起来 他又念 又断掉了 那个人说我会念大悲咒 可是呢 炎罗王说 好你会念大悲咒 暂且放过你先赶你投胎当杀猪的儿子 对不对 你那个念咒 可是你又换夜又造夜 这个夜还是要了的 不是你很会念咒 很会修华 那你就百分之百 没有保证的 然后呢 他就去 那个投胎当杀猪的儿子 那当然就已经是很不好的姻缘 然后呢 又配合他的习气 等到他已经完全忘记 他前一世有念大悲咒 有修法做功课 再重新给他处罚 所以你说可不可怕 可不可怕 想的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心很重要 所以在这一篇里面 讲到骄傲 如果师尊讲 禅定有成就 但是我慢心不除 就是你修行 就算你禅定啊 可以定到四禅天啊 可以什么样啊 修得很厉害啊 我慢心不除 还是入魔道 当魔 所以修行 修行是不是很重要 Jong Coco是不是 今天念了正佛经七遍三星咒二 一六零 爱染明王五百四 然后安土地真言 洪财神星咒 金母星咒都五百四 大力金刚咒一百零八 大力金刚晋伟咒一百零八 高王金五遍 功课非常的很多 我也常常犯戒的说 所以要常常记得念百字明咒 然后再配合我们的心灵 李云家是不是 年华素秋百字明咒一百五十遍 亮广年华 文春意说想到失尊的一首诗记 德诗皆是幽 如何不执着 但尽心与力 无求任水流真棒 对啊 宾江还有Lisa Jane 人也不可以欺 神更不能骗 好坏神会看 祸福自招来 就是真的 黄如轩说保持善念 高王金三遍 心经两遍 金刚经一遍 百字明咒三遍 怡青说本来就是心就是这样子 李云家是百字明咒一百五十遍 薛雅芳上次心咒一万 高王金二十一遍 回向黄静怡 世兄世荣入金咒的心 赖四灵了 清净但是不贪快 对 但第一 那个 十论金刚咒一零八零 黑妹金咪母咒四百遍 刚刚 克里斯林够 黄静怡 这个都念过了 甘风立说 俗语说顺德歌情诗扫意 人世间 未未有求 要四福给哪一位呢 换作我也头痛了 冰葬 高王金五十四遍 宝妹说真的是要好好精进修行 还有其他的都念过了 所以修行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世尊讲到骄傲这一篇 我觉得 内心中有一些感受就跟大家讲了 所以我们在读四孙的诗 可能一目十寒 过目即忘 有时候呢 为什么 我要常常去讲四孙的书 因为是要把 那个更深的意义在心里面 把它洗涤一次 这个扫荡一下 那你们说上次那我不会讲书 那你也可以用写的 有时候呢 你看到一篇 或者一个金句 对不对 大家都会有脸书 你们除了贴金句 写几句小小的心得 我觉得也很棒 因为呢 提醒大家去看 这个 看懂这个金句里面的意义 也是一种功德 也是一种智慧 这智慧都会帮助你的 好 骄傲这篇文章 时尊到底写什么呢 人生的岁月里 人人都是吹烟鸟鸟 其实日子一步又一步繁 一步又一步的紧 紧凑的紧 只少少 有什么可以骄傲 没有一个人能够尽善尽妙 在这个大宇宙之下 身段比蚂蚁还要来得小 慧眼之下 父之一笑 这个就是师尊的眼界 在看我们的众生 有什么好骄傲的 他说人生的岁月里 每个人都是 都是这个 萌萌的人很多 像马一样萌萌的 但是有什么可以骄傲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 你要去承认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所以你不要用 你完美的标准来要求 要求别人 你只能要求自己 其他你要上善若水 去随这个姻缘 去包容等待跟忍耐 但是你可以用比较温柔 婉转的善巧的方式 来帮助众生 这是可以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是 尽善尽妙的尽美的 在这个宇宙 整个大宇宙之下 身段比蚂蚁还要来得小 地球人口听说是70亿 对不对 你是70亿的 其中一个 然后地球是整个宇宙 有其中的一粒星球 一粒沙 所以人是不是很渺小 那有什么好伟大的 有什么好骄傲的 慧眼之下 用如来的眼 神仙在看我们 好好笑 父之一笑 这首诗叫骄傲 我来念一次给大家听哦 人生的岁月里 人人都是吹烟鸟鸟鸟 其实日子一步又一步 紧至少少 有什么可以骄傲 没有一个人能够尽善尽妙 在整个大宇宙之下 身段比蚂蚁还要来得小 慧眼之下 不知一笑 这个就是诗座的诗 随心所悦 来看他们的留言 干风力说 适当的时候 也要放下身段 人不可以高傲 三人行 必有我师 所以我看过骄傲的人 一生之中没有失败过 一生之中没有什么生病过的 其实赐福报没有错 或一生之中没有穷过的 对不对 这个都是福分 可是切记不要骄傲 侯春意在佛的眼中 地球之一丽莎 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所以一个骄傲的人 他修爱染民亡 修咕噜咕噜 他能够得到敬爱吗 神也会看 那个自我的心很强 如何跟神相应呢 李佩真说 刚王金十遍 回向罗天大教法会 梅连 刚刚开会回来 记录大家的功课 谢谢梅连师姐 上师功课少 因为工作没有关系 其实有的人忙 对不对 你连十句阿弥陀佛 你都念得非常的清楚 那个也是功德 专一最重要 好 好 所以 Christine Goel说什么 哇 你念了2700遍 师尊心咒 十五遍真佛 金刚王金 五十遍百自明咒 往生咒 二十一遍尊胜咒 天地八阳神咒 来回向 还有其他的同盟 你们就自己留言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最后我们跟师尊一起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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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读书会 今天就介绍一篇文章 花竹 竹子的竹 没想到可以跟大家聊到那么多的 内心的那种感悟 还有尽量去捕捉我们师尊 对于竹子还有内心的精神境界 怎么学也学不管师尊的精神 还有后面的文章讲的骄傲 其实我们都是很微小的很渺小的 愿我们每个经每个咒没有自我 每个经念的每个咒只有回向 只有祝福 只有功德 然后我们学习所有众生的优点 谢谢大家 还有明天我会到新竹 福佑雷杖是晚上7点30分有验供 所以明天的读书会暂停 因为明天可能会有别的资料跟他们分享 但是我会贴一篇禅宗的公案 你们要想想看 然后呢 我们大家来讨论那天禅宗的公案 明天的功课我已经帮你们准备了 那后天星期天再为大家做读书会好吗 谢谢大家 我们给深圳揪咪 艾斯德鲁 艾比 噗里噗里 好 礼拜天我们继续读书会 再见啦 再见 再见